有人发现就是不小心碰到了 把那个墙给手就抠一下就抠成这样子了 手抠的掉这边都有图片都有记录的 他为什么就是直接当天晚上就给我们修补掉了 杨先生介绍这套温州平阳万全红地首府的房子是去年购买的 今年7月开始交付 他提供了一段视频说是在地下车库拍摄的 画面中有人在墙上用手抠并敲打 有碎屑掉落 记者在地库看到一块地方被围了起来 杨先生说这就是视频中的地方 目前正在进行修复 地库张贴了提示 故意破坏者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杨先生还反映 地库多处墙面上有渗水漏水现象 从上面那里开始一直漏下来 从就是最高的顶部 现在我们地下车库大概有5米吧 这个是从我们开始交付的时候 13号就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一直就修复修复完了 这里还在渗水 我想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情况 杨先生所指的位置是地库顶部墙面 从上到下都有水印 我们整个地下车大概4万多平方 那确实也是存在有漏水 我们不回避 但是漏水我们根据这个保水条款 河通我们会进行进行维修的 防水按照我们浙江省的这个规定是8年 地库嘛那这个漏水的问题 可能就是各种原因 就是因为漏水确实是有存在的 那我们就 réf现在也是在找原因 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沥发水 有可能是这个地下水 有可能是这个外面的水 有点剩进来的 在这个河道往里面 在五米 至于杨先生反映的用手抠掉墙面的问题 陈经理做出了解释 我们在交注过程中 前期有一点轮管沙迦 是丢掉了那个 掉到了那个底部 然后这块轮管沙迦 没有完全的清除干净 反映就是咱们就发现 那个问题反正很快就修复了 也没有通知他们 没有通知我们 是觉得咱们可能很着急去修复 有这个情况 也没有的 我们也没有说是很着急 因为是这样 连夜赶工 连夜赶工 连夜就加工 对 也没有连夜 我们是隔了一天的 然后是这样的 我们叫他们不要做 他们拼命过的 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让负责人说一下 那个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住址 我们也发现 这个可能是存在一些 这个故意破坏的问题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 现场业主们表示 没有故意损坏的情况 也是组织了业主 开了一个协调大会 鉴定单位 第三方鉴定单位 然后进行鉴定的 已经确定了 检测单位从杭州过来 在周一下午过来 整个地库的这个住址 目前是第三方 他们出去这个检测方案 按照检测方案来进行这个检测 对此 杨先生不认可 有业主反应 小区楼盘还存在其他问题 希望进行全面检测 18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